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。第906章,你们这水平也想绑架。 胡子惊呆了。他的话,没有说完。却看到叶浩轩睁开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 与此同时,上前绑人的几个绑匪早就趴在地上。不知道,是死是活的。 中计了。小心。刀哥顺势抽出了手枪。对准叶浩轩。余下的五六名绑匪也操起手里的家伙。面色不善地对准了眼前的人。 我投降。别动刀动枪的。叶浩轩举起手。站到一起。快点,别逼老子开枪。刀哥不耐烦地向一边一指。 叶浩轩等几个人倒也听话。李延欣也从帐篷里走了出来。一群人聚到了一起。 朋友是求财吧?要多少?我现在就出。叶浩轩淡淡地说。 闭嘴。老子还没问呢?你问个毛。刀哥仰手在叶浩轩跟前开了一枪。然后怒道,你特妈的很有钱是吧?先拿出来一千万再说。 一千万。太少了点吧。几位这么辛苦。暗地里跟踪了我们大半夜。我给两千万怎么样? 叶浩轩笑道。 哟。这小子挺上道。 嘖嘖。看得出来你们急着脱身。 看来你们这次去死亡之地寻的宝肯定不是一般的东西。 刀哥眼前一亮。 说。你们这次去那地方到底想干什么? 胡子手里拿着一把土质的猎枪喝道。 旅游。 李延欣淡淡地说。 你看我像是傻逼吗? 旅游。 胡子怒急而笑。 那你说,我们是干什么去的? 李延欣浅浅一笑。 那勾魂的双眼,几乎把这一群人的魂,都勾走了。 你们是寻宝吧? 告诉我们,你们到底要找什么东西? 我们放你们一条生路。 刀哥喝道。 我们还真的是寻宝。 那里有黄金。 君次咧开嘴一笑道。 黄金。 有多少? 这一群绑匪的眼睛都亮了。 不知道。 听说是十几吨。 诺。 都在这地图上标正呢。 顺着这个路线到达指定的地点。 然后,你就可以知道了。 君次拿出一张自制的地图道。 拿来。 刀哥一把抢过他手中的地图。 一群人聚在一起看了起来。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没有? 我告诉你们。 配合好一点能保住小命。 我们这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货色。 惹急了天王老子也敢崩。 刀哥喝道。 都在这地图上了。 你们顺着这地图。 我保证能找到宝物。 叶浩轩道。 哈哈。 那好。 你确定没有别的要说的了? 刀哥手枪指向叶浩轩。 我确定没有了。 叶浩轩笑道。 那好。 送他们一程。 刀哥右手手一动。 就要扣动扳机。 就在这时候。 轰一声巨响传来。 这一声枪响声音极大。 就像是平地一声闷雷一样。 在响声的同时。 那名刀哥以及他身后的一名混混身形猛的一顿。 然后重重地倒在地上。 与此同时一团血雾炸开。 刀哥的半边脑袋已经不见。 他身后的那名小弟被击中了脖子。 他的脖子上有一个巨大的血洞。 他也是早也没有了声息。 这一幕让余下的几人惊呆了。 虽然他们都是偷猎者。 平时的血腥事情见得多了。 但是像这么恐怖的事情还是第一次见到。 一枪放倒两人。 这是多么强的火力啊。 不好意思。 忘记装萧生气了。 最后面的猎枪歉意地笑了笑。 他的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一根重居。 他抱着发烫的枪管。 装上一声消声器。 然后一扯枪栓。 指向正前方的胡子。 剩下的三四个人目瞪口呆。 虽然他们四个人手里都有枪。 但是他们有种直觉。 眼前这汉子,一擀枪可以快过,他们四擀枪。 尤其是猎枪身上,那种从刀山活海里走出来的杀器,更是让他们心惊胆战。 八搭。 其中一人手一松。 手里的枪掉在地上。 而这个人的枪一掉。 另外三人的枪,也接二连三地掉在了地上。 几个人双腿颤抖。 扑通扑通挨个跪倒在地上。 咦? 这么快就耸了。 没劲。 猎枪收起手中的重拘鄙的说。 老。 老板。 饶命。 那名叫做胡子的家伙,吓得脸色惨白。 他好不容易,才把这句话说全。 还有其他人了没有? 叶浩轩问道。 没。 没了。 救我们几们。 老板。 我们几个只抓些猎物。 掐辛苦钱的。 我们鬼迷心窍。 我们该死。 你们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 来世做牛做马,一定报答您。 胡子趴在地上。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。 那可怜的模样,就像是受了欺负的小媳妇一样。 没人了就好。 你小子来,就感觉你有问题。 不把你身后的人引出来,我赶路都赶不安生。 叶浩轩笑了笑。 他转身道,先绑起来吧。 在这辆几天再说。 孤狼和翔子从背包里拿出绳子,把这几个人给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。 还有刚才几个被打晕的家伙也被叫醒。 捆在了一起。 来人是十个。 被猎枪一枪轰了两个。 还有八个人。 老板,老板,老板不要啊。 这里晚上会有狼出现的。 我们再也不敢了。 我求求你了。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。 一行人哭爹喊娘的惨叫了起来。 叫。 你们叫吧。 最好是把狼给招来了。 然后,你们知道后果的。 做错了事情。 就要接受惩罚。 我不喜欢杀人。 但是你们几个能不能活下来。 那就个安天命吧。 叶浩轩无奈地说。 几个人果然紧紧地闭上了嘴。 一句废话也不敢说了。 经过这一番折腾。 天已经快亮了。 看看时间已经四点多了。 再过一回二东方就露出鱼堵白了。 叶浩轩招呼众人收拾了一下东西。 然后继续前进。 待叶浩轩一行人走远。 这一行人这才松了一口气。 一名绑匪低声叫道。 胡子。 快特妈的想办法松绑。 胡子看了看几个人, 确实走无字。 这才舌头一翻。 从嘴里翻出一个锋利的刀片来。 行走江湖的人。 都要多些命的手段才行。 胡子这一手也是练得炉火纯青的。 只是君寺等人的绳子是特殊材质的。 弄了半天胡子也没有弄开。 几个人干几眼。 其中一个大汉破口大骂道, 你特妈的能不能快点。 没事你招惹这群人干什么。 现在好了。 刀哥也挂了。 我? 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厉害。 妈的。 那家伙绝对是一个用枪高手。 那重鞠一枪能干掉我们好几个。 太厉害了。 胡子苦着脸说。 这绳子太结实了。 他弄得满嘴都是血也没有把绳子弄断。 相反他的舌头被锋利的刀片割得鲜血直流。 少废话。 你特妈的快点。 赶紧弄断绳子。 另外一人大骂道。 胡子不再废话了。 他顾不上满嘴鲜血。 咬着刀片一个劲地切着绳子。 满嘴是口子虽然不好受。 但总比在这里被狼丝吃了好。 就在这个时候。 一个深沉的声音突然传来要不要帮忙。 饶命。 老板我不敢了。 我真的不敢了。 一群人吓得哭爹喊娘的。 直当是叶浩轩回来了。 叫了一阵。 对方没有反应。 他们睁开眼一看。 却见跟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占了一行六个人。 六人中五男一女。 这些人都穿着一身迷彩服。 套着战术背心。 其实一人身上被这一杆狙击枪。 其余的人手中空空如也。 但看他们腰间鼓鼓的。 一看,就知道是装了枪。 而在这六人的脖子上。 都似这一个面目猙獰的眼镜蛇。 老板,我们遇到歹人了。 救命。 救命啊。 胡子不失时机地叫道。 放开他们。 为首的一名大汉手一挥。 蛇眼。 你又想做烂好人了。 其中一人懒洋洋地回答。 蛇血。 我再说一次。 现在我们再出任务。 我的话就是命令。 如果下一次再不服从。 我直接杀了你。 那名叫蛇眼的汉子, 面无表情地说。 那名叫蛇血的汉子, 善善地走上前。 拿出一把军用匕首。 在胡子的身上一挑。 胡子身上特殊材质的绳子, 就被挑断。 被绑在一起的几个人马上恢复了自由。 他们连忙跑到一边把另外几名同伴给解开。 谢谢老板。 谢谢老板。 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。 这几个人, 连忙点头道谢。 不谢。 蛇眼咧嘴一笑。 她的笑意中带着凛冽的寒意。 一股肃杀之气, 从她的身上传来。 让人有种不寒而塑的感觉。 老板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? 胡子壮这胆问道。 不该问的不问。 队伍里唯一的女人扭着曼妙如水蛇一般的腰走前去。 她看到胡子。 眼前不自由主的一亮。 她伸出腥红的舌头舔着嘴唇喃喃地说, 这小子有些不一样。 我喜欢。 胡子双眼空洞无神。 女人一出场。 她就感觉到意识一阵迷离。 她整个人的魂仿佛都被这女人勾走了。 蛇女。 把你的那些毛病收起来。 别节外生枝。 被这狙击枪的男人沉声道。 蛇女一争。 这才退了下来。 她不甘心地盯了胡子一眼。 老板。 你们是寻宝吧? 刚才绑我们那队人也是去寻宝的。 胡子讨好的说道。 寻宝。 你知道我们去哪里? 舌头神色一粟。 死亡之地。 不是吗? 胡子诧异地问道。 死亡之地。 舌头的颜色中闪现一丝一色。 他拿出一张地图。 指着其中用红笔标注出来的地方道。 他们是不是去这个地方。